溥仪退位时,大清朝十二位铁帽子王的态度如何? 第一位,李亲王,道光三十年,七岁的士夺,承袭李亲王爵位,是第十二代李亲王,光绪十一年,出任领班军机大臣。 宣统三年,士夺,被少壮派王公,赶到皇族内阁的咨询机构毕德院,出任空头顾问大臣之职,实际上远离了朝廷权力中枢。 武昌起义爆发时,南方各省纷纷独立,清朝无法取得战争胜利,实际掌握朝政的龙玉太后,在无奈之中以宣统帝的名义,宣布皇帝退位,清朝就此灭亡。 在最后的时刻,六十八岁的士夺,因为早已不在权力中枢,所以什么话也没说,就这样被动接受了清朝覆灭的结果。 第二位,郑亲王,自从郑亲王端华和包帝宿顺,在新有政变被慈禧处死后,郑亲王一戏,虽然铁帽子王爵位没有丢,但是,除了领亲王俸禄之外,什么差事也没有了。 1911年时,第十代郑亲王昭旭只有十一岁,他能有什么意见?他就算有意见,又有谁会听他的呢? 此后,昭旭为了生活,将祖产变卖一空,用于维持奢民享受的生活。 最后甚至把祖坟都刨了,以获取里面的陪葬品,可谓是穷途末路。 1945年后,昭旭就再也没有音讯了。 第三位,瑞亲王。 瑞亲王这一戏,承袭的是多尔滚的血脉。 乾隆43年,乾隆恢复了瑞亲王世袭网替的资格,但是瑞亲王一戏,一直在清廷中担任礼仪性质的职务。 光绪二年,回宾承袭瑞亲王爵位后,一直担任管宴大臣和香白旗都统,这样的职务。 后来干脆做了资政院议员,瑞亲王这一戏本来和皇室主卖不亲密,辛亥革命时,更不可能找瑞亲王来商量。 所以,瑞亲王也就是听从旨意的份。 第四位,玉亲王。 玉亲王这一戏,承袭的是多多的血脉。 顺至六年,多多因天花病逝,在多尔滚死后,他的后人被降封为姓郡王。 乾隆四十三年时,乾隆恢复玉亲王封号,玉亲王爵位共传九世,十三人席爵,其中两人被夺爵。 清朝灭亡时,当时的玉亲王是茂陵,对时局没啥影响。 第五位,肃亲王。 肃亲王这一戏,承袭的是豪格的血脉。 豪格是皇太极长子,在父亲皇太极称帝后,被封为和硕肃亲王。 后因与多尔滚争地位,而被陷害,薛官夺爵,死于狱中。 顺至八年扶林清政后,为掌兄昭雪,恢复豪格亲王封号。 肃亲王爵位共传九世,十人席爵。 清朝灭亡时,当时的肃亲王是善奇,他是宗社党骨干成员,曾拒绝在亲帝退位诏书上签字。 亲王后,他逃至吕顺,两次发起满猛独立运动,均以失败告终。 日本清华时,臭名昭著的汉奸川岛方子,就是他的女儿。 第六位,庄亲王。 庄亲王是皇太极的第五子硕塞。 在最初时,他的爵位叫做承泽亲王,是在顺治年间,才被改为庄亲王的。 他在顺治十一年病逝,年仅二十七岁,其爵位由长子伯果夺继承。 光绪二十八年,承袭庄亲王那是在宫,在这之前,庄亲王是在宫的哥哥在宣。 因为在宣返洋人知识义和团,被慈禧赐自禁王。 所以,在宫承袭了庄亲王。 从履历上看,在宫并没有被慈禧重用。 唯一的职位,就是襄皇旗蒙古都统。 溥仪退位时,宰宫可能只有一个爵位,且一直复闲在家。 所以,对于溥仪退位,宰宫想的更多的是自己的未来,而不是大清的命运。 第七位,多罗克勤郡王。 首位多罗克勤郡王,是李亲王戴善的长子岳托。 岳托这个人,十分骁勇善战,在清初的几场关键性战役中都有岳托的身影,他也在其中立下不少功劳。 1910年,燕森承袭了克勤郡王,两年后,大清就灭亡了。 对于大清的灭亡,燕森并没有感觉到悲伤,甚至已经做到了事不关己的水平。 他每天想的最多的就是,拿祖宗留下的文物换成钱,吃喝玩乐。 久而久之,他的祖业就败光了。 第八位,多罗顺承郡王。 顺承郡王勒克德魂,是努尔哈赤的曾孙,也是戴善的孙子。 勒克德魂,这个郡王封号,完全得益于他的父亲萨哈林。 光绪七年,勒勒赫一生下来,便承袭了多罗顺承郡王爵位。 历任鸟枪管理大臣,阅兵大臣,禁烟大臣。 从他的履历上来看,慈禧还是比较重用他的,只是那勒赫的能力一般,所以,一直没有尽权力的中枢。 而对于溥仪退位,那勒赫的态度可能就没有那么积极了。 面对王国,那勒赫也只能承认现实,做好自己罢了。 第九位,宜亲王。 清末时的宜亲王是印祥七世孙玉琪。 他于光绪二十八年承袭爵位,当年才两岁。 清帝逊位时,玉琪才十二岁,根本没有能力左右当时的局势。 一九四八年,玉琪病逝,终年四十八岁。 第十位,宫亲王。 第一代宫亲王是道光第六子,咸丰义母帝一新。 他在道光三十年被封为宫亲王。 第二任宫亲王是一新之孙蒲伟。 他在公元一八九八年承袭王爵,十年十八岁。 辛亥革命爆发后,蒲伟、扇齐和梁碧反对袁世凯复出,反对清帝逊位,阻止南北和谈。 清朝灭亡后,蒲伟里通外国亦于恢复清室统治,并极力发起满猛独立运动。 一九三六年,蒲伟在饥寒交迫中促世,十年五十六岁,其子玉琛成习爵位。 第十一位,纯亲王。 第一代纯亲王是道光第七子,咸丰义母帝一宣。 他在道光三十年被封为纯郡王。 末代纯亲王是一宣第五子,光绪一母帝,溥仪的父亲宰风。 宰风于光绪十六年习王爵,成为第二代纯亲王。 溥仪即位后,宰风任监国摄政王。 武昌起义后,宰风辞职回家,不问政事。 宰风的这个态度让溥仪很不满,认为他亲爹不能很好地给予他支持。 次年溥仪退位。 宰风看清形势后,急流勇退,没有阻止亲帝逊位进城。 一九五一年,宰风风寒病逝。 第十二位,庆亲王。 庆亲王始风于乾隆帝氏妻子永灵,只是非世袭网替。 传承到义筐时,因为其坚定支持慈禧解决了戊戌变法,囚禁了光绪殿,得到了慈禧的宠信。 慈禧六十大寿时,特封义筐庆亲王。 在庚子国变之后,义筐又流经与各国议和,让慈禧对其更加的器重。 其后,义筐又获受军机大臣,兼总理外务。 宣统三年,义筐出任清朝内阁总理大臣,组成了亲亲王内阁。 南方起义爆发之后,义筐被袁世凯收买,主动让衔,邀请袁世凯出任总理大臣之职。 之后,又配合袁世凯劝说荣誉太后让宣统帝退位。 因此,义筐在溥仪心中成了大清终结者。 总结起来,十二个铁帽子王中,庆亲王是主动劝说亲帝退位的,纯亲王是听从荣誉太后预指的,而肃亲王、公亲王是坚决反对的。 其他诸如李亲王、瑞亲王、玉亲王、庄亲王、郑亲王、克罗郡王、顺承郡王、夷亲王,都是随波逐流者。 一切服从大局,没有态度就是态度。